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这段影片我们要介绍的是Viewport 就是在Android Editor里面最大的这一个面板 Viewport它原本指的是船舶或者是飞机上面的窗户 那特别是像潜艇或者是太空船 上面这种样子的窗子 或者是像传统照相机的这个观景窗 因为它们都只能让你从特定的方向看到一个有限的范围 那在Android Editor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Android Engine 5的这个范例场景里面 虽然我们看到这个场景本身是很大的 但是往往在编辑的过程当中 我们透过Viewport只会看到其中的某一个部分 Viewport的中文翻译习惯上我都把它翻成观景窗 不过官方在解体中文版的Android Editor正式的翻译是是口 那这个口呢是来自港口的口 因为port这个字在英文是港口的意思 那不过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追根就地 那查了很久之后发现说 其实它本来port这个字应该是法文里面的P-O-R-T-E这个字 那它的意思呢其实是门 那总之错就错了 之后我会尽量把它就称作是试口 不过很多时候可能习惯上还是会把它叫做是观景窗 那因为古文明山谷这一格范例太庞大了 所以我还是先用第三人称范本来当作例子 来介绍有关Viewport的这些操作 那如果用过Maya Blender或者是其他3D软体的人呢 对Viewport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在Android Editor里面 它的使用方式也是蛮类似的 例如说除了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种 用透视的视角来观看之外 我们也可以选择用等角的视角 例如像画面上现在所呈现的 就是所谓的上视图 从上往下看 那透视视角的意思就是 我们看到东西近处比较大远处比较小 它的优点就是看起来比较有立体感 而等角图就不会有这种远近的立体感 而且它预设是以框线Wireframe的方式来显示 而不是像我们在透视图里面是以上色的方式来显示 那要切换透视图跟等角图是从viewport的左上角 这一个写着perspective的下拉选单 那在perspective的时候就是透视的显示模式 底下这六个就是等角的模式 它分别对应上视图 底视图 左视图 右视图 前视图 后视图 那另外要注意到的是 在这些不同视图里面的坐标轴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上视图里头 这个部分对应到的是楼梯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方向好像是水平的左右方向 但是在透视图里面 我们看到楼梯的方向是前后的方向 这就代表说在这边的X轴的方向 跟在上视图的X轴的方向并不是一致的 那这个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还有我们在很多3D建模软体里面 经常会看到像这种样子的四分割方式 就是同时显示三视图跟透视图 那在enreal editor里面 我们只要按下每一个小的viewport 右上角的这个按钮 就可以切换成单一的viewport 或者是四分割的画面 里面我们有说到传统照相机的观景窗 也叫做viewport 那其实在enreal editor里面的这个viewport 跟摄影机也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viewport本身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台摄影机 我们可以移动或者是旋转摄影机 来改变我们看到的画面内容 按住滑鼠左键往正前方推 就可以把整个摄影机往前移动 往后拉 也是相当于把整个摄影机往后拉 那这个在摄影的术语里面 把它称作是dory推轨 按住滑鼠左键往左右可以旋转镜头 那这个动作我们称作是pen摇镜 另外如果我们按住滑鼠的右键 那就可以整个转动镜头 这个我们称作是tilt或者是摇镜 不管是水平或者是垂直的摇镜 而如果你的滑鼠有中键的话 按住中键之后 这个动作相当于把整台摄影机 往上移或者往下移 或者整台摄影机左右移动 那这个叫做track推轨 用滑鼠的滚轮 也可以达到类似dory的效果 但是滚轮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格一格一阶一阶的推进的 那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要比较精确的控制 这个前后的推动 的话用滑鼠左键 有的时候会稍微往左右摇摆 那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按住out键 然后再按滑鼠的右键 那这样子的推轨方式 可以限制住它的方向 只会是前后 不像用滑鼠左键的时候 镜头可能会左右摇摆 而且它不会有用滚轮的这个一格一格这样子的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使用在玩低人称游戏的时候 常用的WASD这四个按键来移动我们的viewport 那要用WASD键的时候要先按住滑鼠左键 然后按W就是前进 按S是后退 而按A跟D的话是平移 就跟滑鼠左键的摇动镜头就不太一样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平移的效果 使用WASD或者是滑鼠左键来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改变移动的速度 那在右上角这个符号这边 4是一般标准的速度 如果我要让速度变得更快 我可以拉到最高 这边是8 我们看到这样子 移动的速度就非常快 那如果我把它调到1 这个前进的速度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慢 那这个是用在特别大 或者是特别细微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场景里面 那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很快的就退到很远的范围 这样子移动的速度 就可以快很多 有时候我们希望摄影机可以绕着某一个物体转动 这样子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看到不同的面 那要启动这样子的功能的话 我们要先修改编辑器的偏好设定 就是Editor Preferences这个项目 然后在这个偏好设定的搜寻列这边打上Orbit O-R-B-I-T Orbit本来是卫星轨道的意思 那这边我们会看到有一个项目 是Orbit Camera Around Selection 意思就是把摄影机绕着选定的物件旋转 那这一项内定是没有勾起来的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我把它勾起来之后的效果 那如果这一项没有勾起来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摄影机就不会绕着这个物件 而是绕着荧幕的中 绕着Viewport的中心点旋转 我自己是经常会打开那项偏好设定 那另外如果我们选到了一个物件 然后按下键盘上的F 就可以把镜头拉进到这个物件 或者比如说我现在选到楼梯 镜头就会拉过来 以上就是有关Viewport摄影机的一些移动 或者是转动的操作 那另外我们看到在上面工具列这边 Light这个下拉选单 是代表它的上色的模式 Light是正常的打光方式 那Wireframe就是指显示框线 那剩下的几个模式 我先切换到古代山谷这边 可能会比较好解释 Light这一项呢 它是显示所有的材质的色彩 但是排除掉因为光跟影所造成的影响 也就是材质本身原本应该有的颜色 这个是Light 那Lighting Only刚好相反 就是只显示光线的影响 而不显示这些材质本来的色彩 那跟Lighting Only有关的有一个项目是Detail Lighting 那Detail Lighting的话 它还包括了一些 就是跟光线有关的一些额外的效果 而Lighting Only是完完全全只考虑 场景里面的各种灯光所造成的影响 那这几个项目是初学的时候比较会用到的 其他的一些项目我们就先跳过去 不管它 那在Show这边呢 是显示说我要显示哪一些类型的物件 所以这边有一些选项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跳过去了 我们再回到第三人称的专案 我们看到画面上有一些像是灯光 或者是像这边的一些这种辅助线条 等等这些东西 这些平常在游戏执行的状态是看不到的 那如果我们希望在编辑状态的时候 这些辅助物件也能够隐藏起来 让我们的画面看起来更接近游戏的画面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选单选择Game View这一项 那就会把这些辅助物件都关掉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暂时的把其他的这些面板 像是这边这些面板都暂时隐藏掉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Immersive Mode 沉浸模式 那在沉浸模式的状态的时候 所有的工具列跟辅助面板通通都会隐藏掉 让画面追大化 那我们看到很多这些指令的后面都会有一些像Game View 这边有这个G 那就代表一些快速键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按下键盘上面的G 那就启动Game View 或者是按下F11 我们看到这些面板就又回来了 另外如果我们想要切换回到这个影片 一开始的时候的这个视角 那我们可以使用一个功能叫做书签Bookmark 那书签的功能呢 是当我们移动的镜头 比如说我现在移动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想把这个镜头的位置记录下来的话 我只要按下这边的选单 在Bookmark这边 然后选择SetBookmark 那这边有十组书签可以用 比如说如果我选择Bookmark 9 第九组书签 那选好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在Bookmark 这个选单这边就会有一个JumpBookmark 9 这一项 那我现在先选择0 0是我一开始所设定的这一个 然后我再选择跳到9号书签 就又跳到这个位置 那我们也可以直接按键盘上面的01234这些数字 来对应到不同的书签 用这个样子的方式 那这些都是很方便的功能 以上介绍的这些就是Viewport的一些主要的功能 虽然我们并没有全部的去介绍它 不过对于初学者来讲 可能会用到的部分 大概也就是这些了 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